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源是第一类的物质性的作用 物质对物质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以弹钢琴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没有物质性的钢琴当作是一个根源的话 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在弹钢琴的技术上面能够熟练 所以有物质性的作用作为依规 才会有心理性的作用显现 不管心理性的作用是现实的或是横跨三世的 基本上都必须要有物质性的作用作为基础 那心理性的作因果作用 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结果它会显现在物质性的果报上面 所以这个因果实在是非常奇妙 物质然后转换成心理 然后这个心理到最后显现的时候 它还是要以物质的现象显现出来 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莫扎特 他前一世的时候非常熟练这样子的一个 弹钢琴的技巧 所以那一世的这个技巧 熟练的种子就由第八世如来藏 带到他的这一世来 所以从这一世里面显现出来了以后 就成就了他 两岁就会弹钢琴这样子的一个天赋 好 横跨三世因果作用的连贯子 从以上这样子一直下来 我们知道说横跨三世的因果有它的作用 那这个作用是谁呢 谁能够把三世的因果连贯起来呢 比如说这个友情众生到了下一世 他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友情众生他前一世的物质身体已经没了 然后他的前五世和一世节之心也跟着没 为什么跟着呢 因为这些东西要出现呢 他是必须要有物质当作基础 没有这个物质的话 他就不会有这六世的产生 所以这两个都没有了 那第七世的异根呢 这在阿罗汉他灭掉我质了以后呢 他也是一样会消失的 所以看起来物质身体 以及前面的七个世都会消失 只剩下不生不灭的第八世心 如来藏 他永远不会消失 他连贯了三世的因果 所以这三世因果能够连贯下来的 那个载体 那个承载的那个本体 就是第八世如来藏 最后我们用心经里面的这一段话 来告诉大家 这个心是哪一个心 心经里面讲到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个心他是不生不灭的 而且他也没有污垢 也没有清净的觉受 然后他又是金刚不坏的 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打不碎的 这个代表了说 这一个法他是常住的 常住法 接着后面马上讲到了 无言耳鼻舌身意 这六个都没有 这六个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眼根 没有耳根 没有身体的这些器官 前面五个所讲的是 有情众生身体的器官 五种器官 眼耳鼻舌身 后面这第六个呢 异根 他讲的就是第七世异根 第七世 没有这六根 所以这个心呢 他不是这六根的 马上下一句又讲 无色生香味出花 也就是没有物质性的 颜色的东西 声音的东西 香气啊 味道啊 粗的等 以及所显现出来的花 没有这个六成 接着马上下一句 又说 没有眼界乃至无意事界 就是没有眼睛所产生的功能差别的了别 乃至点点点点 一直到没有意事所产生的功能差别了别 代表呢 没有六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常数法 它又不是六四 它又不是第七世的一根 那剩下什么 剩下就是第八世 这个第八世叫做如来藏 这个就是心经里面 很简单的就把这个第八世如来藏点出来了 好 生命的真相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们从来不诚实 不死的是谁 我们从前面 因果法则切入 然后一直到物质性的因果作用 现世的因果作用 横跨三世的因果作用 乃至六道轮回 乃至到最后六道轮回中 横跨三世的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个条件的载体 以及最后由心经来凯定说 这个载体它就是第八世如来藏 这样子一连串下来的话呢 其实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不死的是谁 不死的就是第八世如来藏 有情众生自己的第八世如来藏呢 他永恒常在不灭也从来不生 他能够支持这个有情众生 他每一世所造的善业 恶业或是无忌业 无忌的意思就是非善非恶 中性的比如说弹钢琴 这个就是非善非恶 以及敬业 清净的业 清净的业是什么呢 修学佛华 或是修学禅定 这个就是清净的业 这些种子 有情众生他所造的 灵灵种种这些种子呢 他会被 带到下一世去 由如来藏 带到下一世 然后在 助言条件成熟的时候 具足的时候呢 他因果 果报就会显现出来 在有情众生 一世又一世的轮回当中呢 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呢 他永远藏在 没有一刹那终断过 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 宇宙中的最大的秘密 以前秦始皇 他派徐福到海外去 要寻找这个 永生不死的药 这永生不死的药 他却不知道 是在他的五音里面 他要从自己的五音里面去找 劳师动众地派了那么多的人 然后远赴到海外去 找不到 讽刺的是 是在他自己的五音里面 那这个 世间的这些真理实相 它其实呢 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所讲出来的 如果是 确实是真的的话呢 那不管是从 各种不同的角度的话 你都没有办法否定它 不管是不同的时间的背景 不同的空间的背景 或是不同的人 理念这个内容 都会是一样的 那第八识如来上 它能够产生世间的这些一切化 它就是这个世间的真理实相 这个真理实相呢 它不会受到时空限制 所以2500多年前 乃至到今日的话 都是一样 然后也不会 因为空间 在印度亲政的 在中国亲政的 以及今日在台湾亲政的 就会不一样 也不会 不同的人来验证的话 也不会是不一样的内容 这就好像做实验一样 你如果这个实验 它是真的是这样子 是正确的话 时空 不同的时间做实验 不同的空间来做实验 不同的人来做实验 它的内容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真理它的特性 那第八识如来上 它能够出生世间的一切的话 这个就是真理 那这个真理呢 可以由不同的人来验证 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那最后我们非常希望 大家有那个因缘 自己亲身来做这个 亲政如来上的实验 然后从这里面去验证它的内容 那以及验证了之后 以它验证的这个内容 来自己因此快速的增长 自己这一世的智慧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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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